我们正在讨论如何阅读圣经的叙事 换句话说就是如何阅读故事 没错 任何精彩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就是遇到冲突和战胜冲突的人物 我们先来讨论以下这些人物 在大部分故事里 我们能很快地跟这些人物产生共鸣 因为和他们一样 我们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 也有冲突需要战胜 是的 在这些人物的故事 在精彩的故事中 人物的遭遇让读者能够感同身受 从中看到他们用不同的方式 响应这些挑战 并看到相应的结果 作者通过人物 展现了他们对人性的看法 圣经也不例外 圣经故事把人物当作镜子 通过他们 我们可以认识自己 看清自己的本性 不过圣经中的人物 却不太容易让我们产生代入感 因为圣经里关于人物的细节 实在太少了 是的 圣经作者刻画人物的方式 和现代的叙事方法不同 他们倾向于用最少的细节 达到最大的沟通效果 比如圣经很少提到人物的外貌 一旦提及 在故事中就非常重要 比方说我们知道扫罗高大魁梧 大卫却弱小不起眼 这种对比也成为他们品德的写照 扫罗的身高 呼应了他对地位和权势的贪婪 大卫弱小却谦卑地接受低下的地位 并甘愿让神来高举拯救他 所以说人的外貌有象征的含义 没错 常常如此 再比如 以扫毛发浓密的身体 对应了他受性的举止 雅各光滑的皮肤 反映出他狡诈圆滑的本性 我们还能得到哪些 关于圣经人物的线索呢 通常 人物的名字也反映了 他们在故事中的角色 在希伯来语中 亚伯拉罕的意思是重名之父 雅各的意思是欺骗者 路德的意思是清新有活力 扫罗的意思是被求来的 他是百姓求来的一位 有缺陷不完美的君王 这些含义涵盖在非常少的细节中 通过他们圣经故事 可以用很少的篇幅 表达很多的内容 作者们甚至没有描写 现代读者关心的人物心理 比如 他们很少告诉我们 人物的思想或者动机 是的 比方说 当摩西看到一个埃及人 殴打一个以色列人 他当场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 但是为什么呢 是他正义的愤怒 还是他失去了理智 还有神同意他这么做吗 我们无从知晓 因为圣经作者 避免做出道德评价 他们更愿意 用人物的言行来揭示动机 让我们通过后果 来评判人物的行为 所以 以摩西为例 这场谋杀 让我们看见了一种规律的开始 摩西的怒气 总是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个选择迫使他逃亡 并在旷野躲避了四十年 这么说这是一件坏事咯 可是他在旷野遇见了他的妻子 那么这就算是一件好事了 看吧 这种叙事方式会促使我们深思 通过这些技巧 圣经叙述者 让故事变得紧接紧凑 令人难忘 又引人入胜 但话说回来 摩西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所有的经典故事里 总有好人和坏人 有可敬的英雄 对抗可恶的坏蛋 对 单纯的人物角色 很适合教导孩子 分辨善恶 但圣经 不是本儿童故事书 书当中的人物 个性复杂多样 像我们自己一样 都是善恶掺杂的 圣经中 几乎没有完美无瑕的人物 那像亚伯拉罕和大卫王 这样的信心英雄呢 你是指那个 曾经强迫他的埃及女仆 与他同房 为求保命 两次不认妻子的亚伯拉罕吗 还是那个和神心意 却霸占人妻 又谋杀人家丈夫的大卫 这些故事绝对不简单 他们真实地描绘了 那些和我们一样 不完美的人物 让人真正惊讶的是 尽管他们如此失败 神却依然不放弃 他在这些人身上的工作 所以一个人被神呼召 或者赢得一场战役 变得成功或者富有 并不意味着圣经作者 想让我们因此效法他们 事实上 大多数圣经人物 都是不得模仿的 那很危险 说得对 但是这些圣经人物 肯定有值得我们 仰慕和学习的地方吧 当然有啊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大部分圣经故事 都着重描写 人物经历失败 或穷途末路 最终选择信靠神的恩典 和智慧的时刻 这些故事的作者 向我们展现了 如何通过谦卑和顺服 成为一个 完全得神喜悦的人 是的 神始终对圣经中的人物 信守承诺 这表明了神的忍耐和爱 而神也是 圣经中的一个角色 通过学习这些圣经人物 我们可以看清 自己本性中 最糟糕的倾向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 在整个故事中 从头到尾贯穿着 神充满恩典的回应 神典的回应 当年人物这个词 参与的广告 顺服赛 目月 达贯穿着 赛 尾贯穿着 藏贯穿着 成为 人物 卑 certo 事 承诺 穿着 肯定 意 妻